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太原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 4月26日同喜县隆重举行 国会常务委员会的关于成立所属同喜县花生之珍的729号决定的公布一事 主席此次一事得有 国会民族委员会副主席阮林成 太原省委常委委员 盛祖国阵县委员会会长范台亨 省人民议会副会长 梅氏翠俄 省人委会副省长黎广进同志 越南英雄母亲阮世明 依靠军区领导人 以及省各行各有关单位部门的领导代表等 花生市镇就在所属同喜县花生乡 原状的总自然面积为13.38平方公里 人口位模为13.871人 临近厢围同喜县花中 克摩 名利和太原市等地 近三年实施太原省人委会的 关于成立同喜县的中信市镇的1668号决定推后 从一个全农业之乡的画商乡 以性质都市化积极的转变 都市建设和农村的平衡发展 都市空间项与环保和协监设 形成政治行政中心 在此仪式上 国会民族委员会副主席 将国会常务委员会的 关于成立画上市真的729号决定 颁发给将画上市真的党部 政权和各族人民 代表省领导人 省人委会副省长黎光进 对同喜县度了一个称当的新都市化花商镇的党部 政权和人民表示祝贺 这标记着当地的经济社会 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金产 为发挥所获得的结果 省人委会副省长要求 同喜县继续关心设立按太原省2021-2030年阶段 展望至2050年的太原省规划的具体规程和计划 其实处理存在的问题 集中宣传和惯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在干部 党员和人民之间建设团结一致 把花香市真建设于乡府都市 继续调动和有效发挥资源 招商引资来实施各重点项目 按规划完善都市基础设施和境界社会继承 把花商市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新都市 4月26日由袁月公中央委员 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 月台中央友谊协会会长阮文青少江衰 为团长的工作团会见省领导人 并就成立太原省越南泰国友谊协会 进行工作会谈 会见并与该团进行工作会谈的有 省委常委会委员 省委宣传处出场 太原省越南各组织协会会长伍维黄 省人委会副省长阮清平 泰国是越南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215亿6千万美元 比2021年增长15.2% 在投资方面 在投资于越南的140亿个国家和地区 泰国排在第9位 共有注册总额为130亿美元的667个项目 两国防务安全 人文教育 人文交流 以及双方的合作社也不断扩大和发展 目前 越南的19个省市已与泰国一些地方签署了合作和结议协议 在此工作会谈上 阮文成同志肯定 在太原省工作会谈的主要目的就是 扩展当地越南泰国友谊协会各成员 早日成立太原省越南泰国友谊协会 缺利太原省和泰国屋中泰尼省之的合作关系 加强双方的投资合作 同日 该工作团已在富良县及征乡 刻骨茶叶合作社工作访问及会谈 4月26日 越南太原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工会 举行了2023-2028年任期的第二届工会大会 SEVT工会成立于2014年 现有5146名会员 截至目前 SEVT工会管理着34,067名共会会员 其中女性工会会员占3.5% 2015-2023年任期 SEVT工会设施好其对职工和劳动者的职能任务 是关心照顾及维护职工和劳动者的 征担合法权利的代表人 共会执行委员会与公司领导配合定期主导 即鼓励工会会员有效实施各竞赛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5-2023年期间 SEVT工会参加谈判并监署了5次集体劳动协商 为特婚工会会员新建和修建129户房间 长年新年制计为工会会员和劳动者增送礼品 互助搬车 响应越南总工会 75000个仓衣和100万个仓衣的运动 该公司拥有3300多个仓衣 大会还选举了第17届太原省工会代表大会的19名代表 任期为2023年至2028年 大会选出2023-2028年任期的SEVT工会执行委员会 2015-2023年任期的工会主席黎文生 献上 连任2023-2028年任期的工会主席 大会也选出参加太原2023-2028年任期的 第19届的省工会代表大会的19名代表 绿色品牌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 预计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将急剧增加 把握这一趋势 太原省内不少企业已尽快接近并应用绿色生产 向着绿色即可求续发展的绿色商标 在电池中的无应用是绿色生产的技术方案之一 从材料上的绿色开始到产品最后阶段的绿色 已收到马山高新材料应用提高效率和电池安全性 这种类型的电池有望帮助解决新问题 并建立全面的金钱能源生态系统 我们的目标是创造更好的解决措施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为社会带来积极的价值 向着绿色生产 打造绿色企业品牌的方向 对于旅游业发展方面 绿色旅游是我省重点发展的目的第一 今年太原旅游季以体验富有特色的茶遮箱的为主题 此活动包括许多与茶文化旅游相关的活动和短期旅行计划 以促进和推广社区旅游目的地 并广泛介绍推广以创造独出现在的品牌 并紧快定位太原旅游商标 太原省是越南省有的中分融合了 从遗产文化到生态的旅游各领域的省份 很少见拥有500多个完好的遗产 其中19项是非物质遗产的地方 特别是非常有名 也设取旅游基础的旅游生态系统 这也潜能可创造旅游项目 促进推广及吸收旅游商标的巨大潜力 近年来绿色清洁透明产品的趋势 促进了全省绿色农业生产 太原省正在积极促进设立通过 有机产品评价的各标志 特别是一箱一品项目的设立绿色产品 当获得四级一箱一品的证书会帮助了农民 企业和社会都持续稳定发展并政府了挑剔的客户 在当前背景下 绿色品牌发展不仅仅是企业的道德 而且还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月多加参加的第26次 第一月Found之后成为新的游戏规则 越南总理承诺 越南将到2050年实现金牌方为零 目前太原的企业已建设绿色品牌 创造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是为走上心的发展规则电线良好的基础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再会